沈西72岁老头冒充国父孙中山先生 扬言自己已经138岁 还有260万亿兆美元的存款 如此离谱 居然还真有人信了 其中甚至还有大老板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这个荒谬的诈骗案 2004年3月 在北京朝阳区的派出所里 来了一个满脸愁容的老大爷 大爷姓邸 一来就说自己好像是被骗了 民警就让邸大爷坐下来慢慢说 邸大爷说 自己去年被人骗了一万九 这可是自己的养老钱啊 民警就很好奇 他是被谁骗的 邸大爷脸上的表情 真的是跟吞了苍蝇一样 他犹豫了一下 说骗自己的是孙中山 民警一口水喷了两米远 连忙打断了邸大爷 不是 大爷 我没听清 要不你再说一遍 是谁骗你的 邸大爷的表情更难过了 他非常肯定地表示 自己就是被孙中山给骗了 这可把警察叔叔好奇坏了 便问起了邸大爷被骗的经过 邸大爷说自己在去年 也就是2003年的时候 加入了一个历史读书会 这里面的人都是一些热爱历史的退休老人 平时没事的时候 大家就喜欢聚在一起研究历史 尤其对历史名人非常的感兴趣 那天 大家正在聚会呢 读书会里的赵老太太激动地说 要给他们介绍个大任务 紧接着孙中山隆重登场 旁边还跟着他们的天生女助理 大家不明所以 赵老太太却兴奋地表示 这是国父孙中山先生 邸大爷当场就愣住 他很想问问赵老太太 是不是把他们当傻子骗着玩呢 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谁没看过 长得慈眉善目 可是眼前这个人 没有一丁点相像的地方 他是怎么敢说自己是孙中山的 但是赵老太太却让大家别急 听完孙中山的话再说 接下来就该孙中山上场表演了 他说自己是1866年出生的 到如今已经138岁了 原名孙文 浩乙仙 广东香山人 但是大家都叫他孙中山 没错 他就是国父孙中山 至于为啥自己能活到138岁高龄 那就得感谢国家对他的保护和重视 各种延年益寿的林丹妙药都给他用上 说真的 我都想问问他 啥仙丹这么好使 我高低也整一瓶痴痴 邸大爷还是不信 为了拆穿这个假孙中山 邸大爷决定好好地考考他 所以他问了很多关于孙中山先生的事迹 有名的 没有名的 他都问了 没想到这个假孙中山 全都对答如流 甚至还能给他讲讲 他不知道的孙中山先生的趋势 这把邸大爷整迷糊了 于是他又问假的孙中山 说怎么和年轻的时候一点不像的 假孙中山早就想好了对策 说这是因为自己一直在吃仙滩 导致体内的细胞发生了变化 影响了面部五官 邸大爷又问了 孙中山先生不是在1925年的时候就去世了 假孙中山又说了 自己呢是为了革命 为了牵制各路军阀 所以假死做了一场戏给大家看 之后就一直隐居室外 还说大家伙要是不相信 可以去他的住所看看 听到这儿 您是不是觉得这事也太扯了吧 但是更扯的还在后面 我们接着往下看 72岁老头冒充孙中山行骗 扬言自己有260万亿兆美元的资产 甚至还拿出了中央的红头文件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么拙劣的骗术 竟然真的有人羡慕 邸大爷听完假孙中山的描述 抱着怀疑的态度 跟着他来到了他的住处 那是一个国营的招待所 房间里朴素而不普通 朴素的是 因为屋子里除了必须的生活用品 就剩下满墙的孙中山先生的照片 还有一张装表起来的名言警句 说他不普通是因为 墙上还有指挥刀和指挥剑 邸大爷还是有点将信将疑 这时候 孙中山身边的女助理说话了 他说自己跟在孙中山先生身边20来年 他是通过自己的同乡 认识了孙中山 他的这个同乡 可是当过孙中山先生的警卫员的 肯定不会认错孙中山的 所以 他就一直跟随在孙中山的身边 照顾他 有了这个女助理的话 再看到孙中山清澈的眼神 邸大爷算是彻底相信这个孙中山就是那个孙中山了 眼瞅着铺垫的差不多了 孙中山开始唉声叹气 邸大爷立马很给面子的 开始推进故事的发展 孙中山顺着邸大爷的问话就说了下去 他说自己以前为了北伐 准备了一笔资金 就存在了国外 那时候形势所迫 最终没能派上用场 就一直存到了现在 现在看到国家富强 但是和美国比还是有很大差距 所以他决定将自己的资金全部取出来 捐献给国家 那资金算上利息到现在 有260万亿兆美元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一兆就等于1万亿 260万亿给1万亿 后面几个零 反正我是数不过来了 就这么说吧 2003年福布斯富豪榜里排名第一的比尔盖茨 身价是407亿美元 粗略的算一算 算了 算不过来 他要将这些全部捐出来 当年中国的人口是12.92亿 那分到每个人头上 就是几百万兆 那中国不就一跃飞升了吗 反正这是把底大爷算蒙圈了 但是这并不妨碍 他信这是真的 随后 孙中山又命令自己的女助理 拿出了一个红头文件 上面写的是 关于解冻孙中山资金的相关要求 后面还有各种公章 底大爷看到红头文件 更加确信这是真的了 然后底大爷又很适合地 推动情节的发展 他问孙中山 这不是好事吗 有啥愁的 孙中山又开口了 说自己现在是空有一腔热血 但是却办不成啊 咋回事呢 因为解冻需要一大笔资金 他现在根本没有那么多资金 去交解冻费 所以就需要搞一个招商引资了 需要有人给他支援 只要筹够了解冻费 那等他把钱取出来的时候 就使大家一起发家致富 成为宇宙级大土豪的日子 底大爷算是听明白了 意思是现在全国人民的幸福 就靠他们 本着强烈的爱过情怀 底大爷左摸右抠 把自己一万九的养老金 拿出来给了孙中山 而把孙中山介绍给大家的赵老太太 更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拿了五万块钱出来 这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掏出了自己为数不多的养老金 孙中山一看大家如此爱国 连忙道谢 说等我把钱取出来了 你们都是大英雄 底大爷被说的热血沸腾 然后就回家等消息去了 这一等就是一年 底大爷这才回过味了 陕西老头冒充孙中山诈骗 声称自己有二百六十万亿兆美金 要捐给国家 只需要给他凑个一百万的解冻费 竟然这还真的有人信了 其中不罚大老板 底大爷把自己一万九的养老金 给了孙中山以后 隔段时间就去问一次 事情办的咋样了 得到的都是女助理说 正在处理中的回答 一回两回底大爷还坐得住 这一年过去了 底大爷终于是感觉 事情有那么一点不对劲了 他好像是真诚被骗的傻子了 这才匆匆来报案 警方听完底大爷的描述 简直哭笑不得 你大爷就是你大爷 这都感谢 然后警方根据底大爷提供的 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和住址 对假孙中山展开了抓捕 等嫌疑人被抓捕以后 警方左看看右看看 实在想不出这个无论是身材 长相 哪怕是口音都没有一点和孙中山先生相像的老头 竟然能够骗到人 嫌疑人交代 说自己真实的名字其实叫朱永成 是陕西人 今年72岁了 以往在自己的老家当过乡镇干部 但是当干部 他不好好当 非要搞贪污 还诈骗 结果被判了18年 到监狱之后 他还是积极搞事情 成功为自己获得了两年加刑的奖励 待满20年出来后 他已经快50岁了 严重脱离社会 于是又开始招摇撞骗 各种冒充干部人员 不是钱包被偷了 就是车票弄丢了 没钱再买 靠这些理由骗吃骗喝 混了几年 后来 他到山西去骗人的时候 走在路上 突然就被人一把抱住了大腿 大呼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中山先生 我是警卫员小周啊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守着您的宅子呢 朱永成懵了 怎么这是遇到对手了 但是朱永成很快就融入了角色 一把扶起了小周 表示对对对 自己就是中山先生 快起来吧 然后就跟着小周去他家了 其实这个小周呢 是个精神病患者 老是幻想自己是 孙中山先生的警卫员 他的同乡王玉英 就是这么成为了 朱永成这个假中山的助理 照顾朱永成的生活 起居二十年来 应是没觉得哪儿不对 就是这一次的经历 让朱永成 想到了个新的诈骗套路 为了让自己能够做得 以假乱真 他买了大量 关于孙中山的书籍 来反复阅读 然后 他又在家的店铺 刻了孙艺仙的影章 又打印了一堆 孙中山先生的照片 再找铁匠 打了指挥剑和指挥刀 所有准备工作做好之后 他就来到了北京 开始行骗 除了底大爷和赵老太太 还有两个冤大种 被骗的更多 一个二十多万 一个三十万 这两人还都是大老板 他还告诉警方 他本来还想冒充老蒋的 但是老蒋是光头 他一头浓密的白发 不允许他冒充 最后 朱永成被判十一年 女助理王宇英被判八年 这还真是小到拉屁股 开得大眼了